我是黄河边 一说到郭文贵呢 很多郭文贵的粉丝就要说了 你又要蹭蹭热了 其实呢也不是蹭热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呢 他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经常会有一些发生的一个一些新闻 让我们要来评述一下 那么昨天呢 台湾的自由时报呢 看出一篇报道 他标题是这么写的 就是班农啊 要和郭文贵呢 合组一个媒体 而且呢 郭文贵誓言呢 三年之内要把中共给推翻掉 那么报道呢 而且还援引了郭文贵先生的话 就说呢 他这个九个多月来的这个爆料呢 其实呢 包括是报这个中共官场的一些丑闻和贪腐呢 他主要还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 那么拔的呢 还是比较高的 并且呢 他期待呢 这个未来中国的政权呢 会有所改变 而且他还说了 这十二月底呢 他的这个新的平台呢 媒体的平台呢 就要出现 这条消息的信息量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最大的这个看点呢 就是他誓言三年之内 把这个共产党给推翻了 因为这个吧 恰恰是和郭七条当中的精髓 所谓的这个不反习不反共 是相反的 而且呢 这个郭文贵先生也说了 如果谁要是反习 那么他就是他的敌人 那么现在听起来 如果自由时报的消息是准确的话呢 那么也就说呢 郭文贵要把他自己所说的 这个郭七条啊 给他颠覆了 给他改了 那么这一定让那郭文贵的一些粉丝 感到有一些 有一些尴尬 因为因为为了维护这个郭七条呢 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挺习的 不是挺习的 挺锅的 砸锅的呢 哎呀 这也也也 最近也是闹得不可开交 而且呢 那些郭文贵的粉丝呢 还拿出了很多的理由来说明呢 为什么啊 郭七条当中不反习啊 是是是正确 那么现在如果一百八十度再绕回去 那么他们又要拿出很多的理由 来说明这个郭文贵先生 郭七条当中的不反习 为什么有反了 等于就是绕过来 我还得绕回去 这样呢 绕来绕去啊 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无论怎么改变呢 作为郭文贵的粉丝来讲呢 他们支持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立场 是不会有任何改变 后来呢 据说这个消息呢 还有法新社和日本相关媒体的一个版本 那么法新社的报道呢 确实没有提推翻北京政权这一说 这说明了这自由时报呢 可能有一些不准确 但是呢 他这个当中也说了 他说是 这个所谓的这个推翻北京政权呢 其实是政权的变化 或者说是制度的转换 哎呀 其实这两种说法也都不怎么准确 因为因为中共他基本上他是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四个自信嘛 那如果你说这制度要改变啊 政权要改变 那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四个自信 所以呢 我相信你不管怎么绕啊 总之呢 我相信现行的这个党中央应该是完全不满意的啊 那么我就说呢 这个有的时候呢 玩这种文字游戏啊 有些标准的说法呢 我认为还是如果真正按照过期条办理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要用一些准确的一些政治的一些语言 比如说呃 现在如果说呃 按照郭文贵这个说法呢 其实有一个呃 符合中共十九大精神的一个标准说法就叫深化改革 或者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三年之内 也就是中共啊 这个建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呢 实现小康社会 这个就准确了 呃可是呢 这个郭文贵先生因为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一直跟班农这些大咖嘛 呃 搞在一起 可能周边呢 呃身边确实也缺少一些呃中国问题的一些啊 一些一些一些啊 比较内行的一些人员 所以一不小心呢 他把自己的这个郭七条呢 哎呀 给给给给 给弄得有一个有有有有有有点弄砸了啊 呃 不过呢 无论郭文贵说什么啊 我相信呢 呃作为郭文贵的支持者呢 我相信呢都会理解 并且支持郭先生的啊 决定或者是政策的一些改变 呃只不过呢 就是呃这郭老七这个这个这这郭七条哈 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把这个郭粉呢 也搞得这个叫什么 七荒八素吧 七零八六吧 啊 那个或者七上八下了啊 呃 不过呢 我觉得关键啊 是在这个郭文贵啊 呃 如果他要是不出来辟谣 或者说呃 不出来证实 那么有可能呢 呃郭文贵的粉丝们呢 他这段时间就没办法表态了呀 呃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郭七条你到底反还是不反 还是纠正还是不纠正 这个东西啊 我相信郭先生这两天会有一个说法啊 呃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吧 那个作为粉丝来讲也挺累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他 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啊 也像像郭先生这样一个比较 有的时候比较多变嘛 因为因为他如果 如果听到这个消息 有些人欢呼雀跃 啊好好好 万一要要要是郭先生 没有这个意思 这个消息有误呢 如果你按下不表 不说 我我我我 万一郭先生真的改变了啊 你不是很被动吗 所以啊 哎呀 这个中年当粉丝啊 也也也也很累的啊 呃 这个 但是很多人很好奇啊 这个 都问了 就是 按理说 郭文贵先生的粉丝 大多都是中年人 为什么 呃 无论郭先生啊 怎么变化立场 呃 那些粉丝总是 这个忠心耿耿的 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有趣的一个问题 啊 那么 今天来稍少探究一下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这个 郭先生的粉丝 他究竟是由哪些群体组成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他大致啊 有那么四个方面的人员组成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长期对中国民主化事业 非常关注的那拨人 而且这拨人呢 是以那种民主革命派为主的 他们期待呢 中国会有很快的改变 呃 第二一种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 对这些反对中国的这个腐败 然后呢 期望中国有变革 这些人呢 平时呢 呃 大家都是隐姓的 这些人这一次呢 是因为受到郭文贵先生的 这种啊 大胆举动的影响 然后呢 拍案而起 愿意追随着这个郭文贵先生 把这个反腐的这个事情呢 搞到底 那么这一拨人呢 我觉得是这一次 被激发出来的 也就是曹长坚先生曾经说过 就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那些 啊 反共的那些人士吧 主要是指海外的这些人士 啊 那么第三一个人员组成呢 就是民运当中 对民运非常的失望 同时呢 呃 也觉得自己呢 呃 有很好的这个 实现中国民主的主张 那么这些人呢 呃 也是 其中的一分子 而这些人呢 他们 情愿啊 在这个海外民运没有共主的情况下面啊 啊 他们对于偶像的全部寄托和向往 那么这些人呢 也成为今天海外郭文贵支持者当中的呃 重要的一个 一支力量 那么 那么 郭文贵这个的成功 不是 我觉得不是偶然的 他里面有很多的呃 这个因素 因为 因为毕竟郭文贵先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人气又聚得那么的密集 这个一般呢 我觉得都是呃 以前吧 这个都是很难做到 而且呢 呃 而且郭先生在面临种种丑闻 或者对他不利的消息的情况下面呢 呃 应该说 能够确保了这一支粉丝的队伍的 持续的那种吸引力 这一点 我觉得在海外啊 至少我在海外十几年 确实是不多见的 那么这里面 呃 我觉得肯定是啊 有原因 那么 如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来 来打动对方 并且吸引对方啊 使对方成为自己的粉丝呢 我觉得这里面 还是有很多啊 可以研究 可以探讨的地方 撇开那些啊 革命的情怀不说 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呢 确实呃 值得我们来好好的呃 来来来来研究一下 我个人认为呢 这里面其实郭先生还是有一定的套路 在这一方面呢 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郭先生在短时间内啊 他能够产生哈 呃 应该说是这么好的效果呢 呃 我觉得他在运用套路方面啊 应该说是用的非常的精准啊 主要呢 呃 呃 我觉得这个他主要是这个 我觉得这用起这个这些套路来呢 呃 我觉得是比较的这个大胆 也比较的自然 虽然有有的时候吧 呃 呃 这个也有些破绽 但是一般呢 都能够非常快的能够自我补装啊 然后呢 这个是使这个整个的爆料过程呢 我觉得还是还是比较成功的啊 郭文贵先生呢 其实啊 他这个其实是我认为做明星啊 呃 做演艺明星 我觉得也是也是够格的啊 因为除了国语要加加进 表演是没有问题的啊 而且呢 这个感情也比较比较比较充沛 呃 也比较入戏 那么这方面呢 呃 我觉得都是啊 可以啊 我们可以点赞的吧 呃 那么 呃 现在我来罗列一下 这个郭先生爆料以来的一些表现 让他 呃 让让大家来看一下 他是怎样啊 把郭文贵的这个那些支持者呢 聚拢在自己的这个周围 或者说 郭文贵吸引粉丝的秘籍 到底是什么 首先呢 我觉得是 郭文贵先生 他能够非常啊 毫不吝啬的来对别人进行赞美 而这种赞美呢 呃 比较低调或者说是不是张扬 不是张扬 但是 一般抗拒不了别人对你的那种啊 比较比较过度的那种赞美 这种赞美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夸张 但是呢 听起来还是很舒服 呃 现在中国呀 一些农贸市场啊 很多那营业员啊 见了人 基本上 你只要不满80岁 一般都叫美女啊 啊 我前两年回回中国 呃 早晨到农贸市场 去买一块钱的葱 就被别人叫了十几次帅哥 呃 结果回到家的时候 还真觉得自己神兜兜 觉得好像有一点白马老王子的这种感觉 这这当然是一种人与人交往的一种啊 一种一种过程当中的一种愉悦啊 呃 因为一般一般都都扛不住啊 比较激烈的这种赞美啊 而且呢 也比较容易对赞美你的人呢 呃 产生好感啊 那么这个 所以呢 呃 有的时候呢 这种这种赞美没有保留呢 而且看上去这感情都非常的充沛和真挚啊 精神特别的洋溢啊 这种赞美一定会让你如沐春风啊 拉近彼此的这种距离啊 这个呢呃 其实在郭先生的这种爆料过程当中啊 我们从他的言谈举止以及他和很多啊 现在有些已经闹翻的那些民粹人士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确实啊 对对方的这种啊 赞美呢 还是还是呃 非常的强烈啊 那么这一点呢 呃 我觉得也是郭先生比较成功的打动对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当然了呃 有的时候他如果不是一对一的面对对方的时候呢 比如说他是面对那些推友啊 他就换了一种啊 一种拉近距离的啊 这种做法 比如说他经常有的时候会在电视屏幕之前 用一些亲切的语言跟你打招呼 比如说这样 呃 推友吗 今天你健身了吧 哎呦 真舒服 这些这些话 其实也都是 我觉得也都是蛮暖心的啊 另外呢 我觉得郭先生呢 他在人与人沟通的时候呢 他有一定的技巧 比如说他他会问问你啊 呃 纽约的天气冷了 那么你是不是要多多多穿点衣服 然后呢 我自己喝咖啡 有有好几种方法 我为什么要在玻璃杯里喝 哎 这些呢 我其实都都蛮打动人的 那么其次呢 我觉得呃 要展现自己的诚意啊 这个很重要 除了这些肢体语言要有一些丰富之外呢 特别是这个眼睛啊 你永远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然后呢呃 这个神情呢 要要无论他说什么 都要保持一种啊 一种一种愉悦啊 的感觉 让对方呢 觉得呢呃 他的话 你听到 这一点 我觉得郭先生呢 呃 做得也不错啊 他这至少这个 你眼睛堆眼睛吧 啊 你就是撒谎嘛 也人家也看不出来 对不对 他就表现出一种真诚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光眼对眼没用 你要适度加入一些个人的元素 我认为是 比如说你会在谈吐当中说明自己如何 比如说如何富有啊 呃 如何这个博学 呃 比如说呃 如何比人家人脉丰富啊 或者说呢 呃 比呃 这个这个有一种别人没有的那种才艺啊 呃 有的时候呢 适度还要增加一些 软的东西 比如说 尊老爱幼啊 呃 夫妻和美啊 啊 这些桥段 这些呢 就是为的是对方的好感度 在短时间内呢 在原有的基础上 猛烈攀升 那么第三一点呢 我觉得 一旦前面两项基本就绪之后呢 我觉得对方的心理防线呢 基本上就开始慢慢的松懈了啊 也就说呢 你对你这个叙述者的这个好感度呢 他就上升了 注意在这 注意啊 在这个时候呢 呃 不能有松懈啊 如果有松懈 那就功亏一亏了啊 那么 怎么啊 这个呃 这个不松懈呢 那么还是有有有有招啊 那么什么招呢 啊 他就说 你啊 就是在这个时候 要注意 要加速度啊 怎么加呢 这个速度怎么加上去 有几点 一定要掌握 第一点 承诺 这种承诺 一定要比大家所想象的啊 能够用数字量化 想象的要多一些啊 去承诺 比如说 你一般通常别人出一万块钱的事情 你一般要出一百万或者一千万 这样呢 就让别人觉得你即使打个对折 啊 还有五百万 那在这也是大数啊 还有呢 一些大的项目要要说一些 比如说 这个要投资多少 那个要准备干什么 这个 这些都要跟上去 这样呢 呃 也就说呢 你你至少呢 这个这些泡泡一吹呢 他至少就说 哎 让人觉得呢 这些数字哈 往大里说呢 有些嘛 反正也不准备实现嘛 呃 那那么这个说了也没关系 那就看你整个的局所大 局啊 做多大 如果局的很多 面对的是啊 这个几十万人 或者几万人 那不同 那几十万人当然要说多一些了啊 不然的话也打动不了别人啊 呃 那么其次呢 就是第二个小点要注意的就是说说话了一定这个用词啊 要绝对 什么叫用词绝对呢 一样郭先生他这个讲话这方面就比较注意 他一定多用什么的绝对啊 所有啊 全部啊 整个完全啊 一定啊 你切切不可能 什么也许啊 什么部分啊 可能呢 那你就根本打不 打动不了人了 至少打不动不了我了啊 那么第三小点呢 我觉得要从你的嘴里叙述啊 叙述一些啊 和名人的一些交往啊 和一些重量级的大咖的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往来 而且呢 还要自然的引述对方对自己的评价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呢 呃 虽然是自己好像有点啊 自己夸自己不太好 但是借用别人的嘴呢 呃 当然名人当中的最好是洋人了啊 洋人洋人呢 最好是皇亲国戚之类的 比如王子啊 国王啊 实在不行就 就就就就不是现任的也行啊 比如说前总理前首相之类的啊 这些呢 其实呢 呃 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还要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第四个大点呢 就是啊 秘籍第四呢 我觉得是掉胃口 这掉胃口啊 这很重要 有的时候吧 呃 你你你索然无畏 突然的胃口一掉啊 呃 人家就感兴趣了 而且对你持续的就有吸引力了 对吧 这些胃口掉呢 每个人掌握的尺度也不一样啊 这个这个这个掉胃口这个招法呢 其实从电影啊 蒙太奇那边学过来的 比如说有一个黑咕隆咚的夜晚啊 呃 我们电影片头上面经常看到啊 一双脚啊 啊这个特写啪嗒啪嗒啪嗒在一条雨向里面啊 雨哗哗的这个落下来 前面黑乎溶洞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啪啪两声枪响 再加上还有一个女士的尖叫 就在这个时候 影片这个嘎然而止啊 定格在那里啊 那观众啊 就全部被你吸引过来 这就这就叫什么什么呢 就一般这个时候会出现片头了 对吧 呃 这个这个就是掉胃口 那么掉胃口呢 我觉得郭先生也掌握的不错 呃 因为他有的时候呢 呃 他也喜欢就说啊 把这个料吧 先爆一部分啊 余下一部分啊 以后再爆 这个呢 其实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观众心理学掌握的 呃 也不错啊 呃 第四 再一个呢 我觉得这个 就注意啊 他这个注意那种啊 场景的一些变化 为什么说 我说这个注意场景的变化 就是他要注意场景与内容的那种对比 这一点 我觉得郭先生也搞得不错 呃 比如说吧 呃 郭先生经常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啊 比如早锻炼啊 或者在跑步机上啊 给你讲一个听起来耸人听闻的一个故事 呃 和那种场景啊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对 至少对对我啊 对观众 他有一定的心灵的那种震撼啊 呃 呃 这一点上 我觉得郭文贵爆料以来啊 啊 我觉得都 在这一点上都都都都都还不错 而且那他往往呢 就说 他他都讲百分之一嘛 呃 然后还余下一些 那么 对大家的这种吸引力就马上就提升了 或者呢 他他在一个那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市的 呃 这个地方呢 呃 讲述一个哀伤的故事 比如杨改兰啊 麒麟酒家属啊 这些都是非常呃 这个这个痛苦的 让人非常难过的这个事情 那么 让大家觉得呢 就说 如果你要改变杨改兰的命运 你要实现今天这样 像郭先生这样啊 所处的那种啊 富丽堂皇的那个环境呢 我们就要去去去一起奋斗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种啊 场景的那个变化啊 的对比啊 另外呢 呃 郭先生也比较啊 这个呃 运用他一些啊 一些一些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 他也有的时候在那种富富 这个这个这个豪华的游艇上吧 豪华的游艇上面 然后呢 吃一顿啊 非常丰盛的啊 早餐 然后有十几个菜 呃 还有一碗这个冬虫下草的这个这个汤 然后呢 边上还飘过几个啊 呃 美丽的这个杨妞啊 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去批评那些海外民运当中的那些 连饭都吃不饱的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就会觉得 郭先生啊 呃 呃 呃 这第五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啊 这个啊 秘籍吧 这第五呢 我觉得就是发毒誓 这个毒誓呢 这个毒是这个毒品的毒啊 试言的试啊 发毒誓呢 发毒誓呢 以前我们在网上经常会开玩笑 哎 如果我不怎么着了 我就死全家 这这都是开玩笑 但郭先生呢 他这个毒誓就发的比较巧妙 他说呢 如果你们只要发现 我有一条消息 是错的的话呢 我就愿意啊 给一百万块钱 或者怎么样啊 虽然也没有多少人拿过这个钱 但是说明他这消息总体来说 还是准确的啊 那么后来呢 呃 这个就慢慢就 嗯 因为因为这种毒誓有的时候是对线起来比较慢 那么有的时候他就会啊 加大计量啊 拉高分贝 就说呢 如果年底谁谁没有被啊 送进监狱呢 我我就我就我就破釜自杀 或者是从楼上跳下去 呃 那个呢 其实呃 有的人当真 我我觉得不要当真 因为生命是最可贵的嘛 人家去不去监狱 你跳什么楼呢 那么要跳也别人去跳是吧 所以呢 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啊 那个关先生在处理这个呃 这个发毒誓方面呢 还是做的还还不错 据说现在光呃 这个自杀跳楼都都已经有过七八回了啊 但是我自己也听到啊 有好几回啊 那么这个 我我觉得这个发毒誓也是蛮重要的 那么最后呢 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呢 如果你啊 作为一个中年偶像 你要获得中年女粉丝的这个吸引呢 你除了表现自己的富有或者是财情之外呢 其实还要有一点小毛病比较好啊 这个不坏不爱嘛 对吧 那么你比如说喜欢妈妈人呢 有的时候呢 有点还看上去有点啊 有点有点绯闻呢 或者呢 有点坏脾气啊等等啊 坏坏的就好了 如果你是像马英九那样好好先生的话 那粉丝持续不了很长的时间了啊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国文贵先生啊 一些吸引女粉丝的一些啊 一些一些一些招数呢 跟大家来一个公开 那么这个当然是我的一家之言啊 供大家批评啊 参考 我在这里呢 也没有啊 褒贬的这个意思 这个话题呢 回到我今天啊 开场的时候提到的 关于这个班农 要和郭文贵先生啊 合组啊 建一个媒体的平台 那么这个消息呢 因为因为因为 其实从郭文贵先生 今年六月份说六千人的会议 最后记者会都一直没开以来呢 我都抱着一种娱乐的心态来看的 我不是特别的当真 那么有的人都在很当真 那当真的人呢 有的时候他就会很生气 但是我觉得呢 因为这个消息是由郭先生 单方面公布的 没有得到班农先生那方的 至少是证实 所以呢 我觉得有可能呢 还不是特别的确定 那么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几分钟呢 刚刚从一个这个微信 这个不是微信 那个推特上面 得到了一个郭文贵 一个铁杆干将的一个一个消息呢 就说呢 郭先生说了 不是12月底 把这个媒体建起来 而是还要三四个月的时间的准备 那么才能把这个媒体平台建起来 我倒是觉得这个倒没所谓 为什么呢 我觉得 其实不用好几个月 也不用再过三四个月 其实12月份肯定能建立起来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只是这个我想说的这个 只是这个12月呢 郭文贵先生只要不说是哪一年 我看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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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